繼續來關心的就是這個高雄責運 因為這個檢察委員 最近接著這個高雄責運做調查 發言 說因為這個責任不夠責任 所以這個高雄責運 高雄責運到年代 可能這個了解成都會開順到七十四億 這個檢察委員也是很煩惱 高雄責運是不是因為這樣才來聽 這個高雄議員就是表示 絕對不會讓這個高雄責運來聽 高雄責運為民國九十七年英文以來 責任一直沒法過打到 進進交表時的運動一切 所以一直都是了解的狀況 檢察委員調查發行 高雄責運現在每個月差不多是了兩億 以後到年代下一個開算會來到七十四億 差不多是高雄責運基本約一百億四分之三 高雄責運可能有停賽危機 有缺失的話我們當然就提就證 高雄市長但今天對出表示 絕運絕對不會來停賽 並且希望增加路線改善英文 高雄責運是它不可能停止 第二個我們正在積極努力跟中央爭取 高雄的捷運必須停止成一個捷運網 不過檢察委員也表示 第一期來要來提升高雄責運的 財產量實在不簡單 加上高雄責運公司 母親最大高雄中央工具公司 雖然委員會來進出改善高雄責運的財務 但包括高雄市政府再來其他高雄 母親並不強烈的議員來進出 未來高雄責運的財務狀況 公開還是高雄責運是不是能維持 進行營運的重要關鍵 既然綜合報道